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主要在酒吧新闻台YouTube频道上面来直播 同时我们的节目内容也会上传到我们伙伴平台 就是观点 请大家多多支持 今天也谢谢水树之间的广告赞助 水树之间是在巴黎的建案 如果我们大陆朋友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来台湾自由行 个人行来看一下台湾的房子 这个水树之间 那我们的观众朋友对我们观点时间 有任何的财经方面的议题 也很欢迎大家在YouTube平台上面留言 那也跟我讲一下说 大家对我们所谈的议题的看法如何 以及就是你想听什么样的话题 也都很欢迎大家在上面留言 我们大家可以互动一下 不管你们是在何方的 在台湾或是说在大陆 或是说在全世界各地 我们观点的听众朋友很多 观众朋友很多 分布在全世界各地都有 我们的华人朋友可以讲说是满天下的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想要互动的也好 你有个人的意见要发表也好 也都很欢迎在YouTube频道上面 发表您的看法 那等会我们会来谈 就是最新的贸易战的转折 我个人的看法 10月份应该会有蛮重大的突破 这个突破应该会是一个 蛮重要的转折点 为什么呢 因为从美中双方现在都有需要 做一个休息来看 我觉得贸易战在两方都有 各退一步的情况之下 应该可以达成某种 不是一个大协议 但是我认为会是一个和缓 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这等一下我们在观点时间 再来跟大家来谈 那另外 各位有任何想要听的内容 我也很欢迎大家在留言板上留言 可以写一些你想要听的内容 跟您对我们这个观点 时间评论的看法 以及您个人的想法 也都很欢迎大家留下来 先喝个水 那你喝水给大家看 有大陆朋友一直 后面就是后天就是中秋节了 大家中秋节有什么样的活动吗 我是很不赞成烤肉 讲实在我觉得烤肉 第一个烤肉吃多了很伤身 第二个烤肉 二氧化碳又破坏大气环境 所以我基本上我是不赞成大家烤肉 因为烤肉很容易把肉烤焦了 这个肉烤焦其实会有致癌的风险 所以适当吃就好 柚子倒是可以吃一点 不过柚子很容易拉肚子 就是帮助消化 促进肠胃的蠕动 也别吃太多 那月饼呢 适量吃就好 为什么因为月饼 其实蛮油腻的 这种精致糕点 我觉得适量吃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最近有一个重大的消息 就是华盛顿邮报跟美国ABC 做出了一个联合民调 这个联合民调告诉大家说 川普的支持率是大幅下降 其中接受访问的 一千多个美国人 对于现在目前美国经济政策的支持率 这大降 从7月份的51%的支持率 下降到最新的调查 只剩下46%的支持率 那有高达6成的美国人担心 明年美国经济会陷入到衰退 另外川普的整体支持率 也从此前的高点 44%跌到了38%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支持率 因为明年11月川普即将进险连任 但是在此之前我们看到 川普的支持率居然跌破4成 那这个跌破4成的支持率 是接近2018年前低 36%的支持率 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受访的美国人认为说 美中贸易争端的开启 最终将导致美国消费者负担加重 而这个美中贸易争端是怎么开启呢 当然最终会被归咎在川普的责任 所以说川普最近的压力不小 你有没有看到 川普最新已经把John Poulton给fire掉了 大家都知道John Poulton Poulton这个人作为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他其实是非常仇宗的 而且对于中国大陆甚至伊朗北韩的问题是非常鹰派的 那川普把他给fire掉 把他给逐出白宫 是不是针对美中贸易战 川普的在政策上面有所转环 或是改变这个可能性很大 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川普在推文上面已经非常克制了 那再加上美中双方10月份 即将在华盛顿再次举行第13轮会谈 所以我认为有某种的情况 双边有一个突破性的可能要发生 那其中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USCBC这个单位 这个组织 针对他的成员进行年度调查 他的成员 主要是200家在中国大陆发展的企业 这些企业其中有非常大的公司 包括亚马逊在内 通用 沃尔玛还有脸书 都是在这个委员会里面 他针对这200家在中国大陆发展的大企业 进行调查 这个年度调查 告诉我们说 其中82%的企业 仍将把中国大陆视为是重要的战略重点 虽然说这个美中贸易战已经打了一年半的时间 但是200家企业超过八成认为说呢 中国大陆还是他们很重要的战略的这个重点 另外呢 这个企业呢 在这个87%的企业 八成七将近九成的企业 并没有因为美中贸易战 有搬迁他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计划 同时也没有啊 要把他们的计划从中国大陆移往其他地方 那这个97%这200家企业呢 在中国大陆是有赚钱的哦 只有3%说他们没有赚到什么钱 那受到贸易战的影响 这200家企业呢 他的营收啊 是出现了26%的下跌 这个营收下跌倒是创了历史新高了 同时呢 在对未来五年的乐观比率啊 也只剩下22% 就是说200家企业呢 顶多就是40几家认为未来五年是乐观 这也显示说贸易战的确对美国企业 已经造成了相关的伤害 尤其是在中国大陆深耕的这个美气啊 受到的伤害是最大的哈 所以说呢 在这些企业里面啊 呃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企业 他们在中国大陆啊 最主要是为了外销或出口 那四分之三的企业啊 都是为了哈 在中国大陆要经营这个内需市场 所以说呃 从这个数据你可以看到 即使打了一年半的贸易战 美国企业呢 仍然不为所动 最主要是因为中国大陆 14亿人口的消费市场 这个是他们不可能放弃的 那今天我们也看到最新的消息 就是苹果发布了iPhone11 第四代的 第七代的iPhone的新手机 那苹果呢 呃受到贸易战的影响 当然是很大的哈 从9月1号开始啊 苹果可穿戴的装这个设备啊 呃跟家用配件 包括AirPods Bits耳机 还有HomePod 都要加增15%关税 另外呢 从12月15号开始啊 Mac 笔电 iPhone iPad 都要加增15%关税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苹果会不会把工厂移出中国大陆呢 从一些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端倪哦 这个富士康啊 在中国大陆的工厂啊 从2015年的19座 大家都知道富士康是作为苹果 最大的代工这个工厂啊 已经扩大到今年的29座 那另外核硕啊 那也从8座扩大到12座 这也是苹果主要的代工公司啊 呃 华尔街 有这样的一个评估啊 认为说在最快的速度之下 最理想的情况之下啊 苹果呢 可以在18个月内啊 把5%到7的产能迁出中国 要18个月 那如果说呢 他要把20%的产能迁出中国的话呢 至少要三年的时间 所以你想看苹果怎么离开 离开得了中国 更何况苹果有20%的营收 是来自于中国大陆了啊 那这个苹果自己公布的数据啊 他有将近半数的生产据点啊 是在中国大陆 这指的是什么呢 前200大苹果供应商的 800座生产的工厂啊 其中呢 近半数啊 是在中国大陆啊 呃 在这样子的这个大陆的 这个范围内生产的啊 那今年最新的数据啊 呃 中国大陆的这个生产基地啊 这已经是扩展到这个380座了啊 所以说呢 这个生产的工厂呢 是将近半数的啊 那至于说苹果的这个200大供应链啊 这个供应链包括零组件啊 包括组装跟代工啊 那在大陆的企业部分 包括香港啊 达到这个两成啊 是超越美国日本啊 是居于这个第二位啊 仅次于台湾啊 那台湾当然在整个苹果的200家 这个供应链里面呢 现在目前是第一位 但是今年最新的数字是减少5家啊 相对而言大陆是增加5家 也就是说呢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 苹果是非常依赖中国大陆生产 而且是离不开中国大陆了 因为他要搬迁是绝无可能的 以现在目前的情况来看 苹果不会做此考量的 所以说这个贸易战进行了一年半 我们从刚刚川普的民调的大跌 以及呢 美商无法离开中国大陆 这些数据可以看到 美中双方都有互退一步的必要 也就是说双边都累了 经济数据也差了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个人预估啊 川普为了保住他的总统大选的宝座 总统的宝座 他不得不要退一步 那中国大陆也有需要 接受他的退一步 所以10月有一个和解的可能性 我们这段先来谈一下 今天的周全结算 以及下个礼拜 就9月18号的月期前结算 因为隔了一个三天的中秋假期 这个行情变得比较难以掌握 所以我们赶快来请教群一齐获的林志斌分析师 志斌你好 下礼拜三是月的齐全结算日 那当然大家会关心到底要怎么结算 现在目前看起来 似乎这个筹码面是偏向多方 因为外资在集中交易产 今天是连六买 同时贵买也买超12亿 另外在进多单的流仓 今天高达五万一千口 其实这个部位不少 所以是会偏向多方结算吗 对 如果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我认为这两周来讲 都还是比较偏向多方 因为其实在最近期到10月初期 中国中美贸易战的这个因素 应该都不会进来太大的干扰 最近川普比较点点 对 因为其实没有必要 在这个时间点去喊话 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他们已经都说好了 这10月再来谈了 他们接下来的过程当中 一定都是私底下很热络 但是表面上很平静 对 一定是这种方式来做进行 不太会在市场上放话 因为通常放话是代表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放话都是代表底下谈不容 给市场上一些警惯一些压力 甚至给对方一些压力 这样子出来之后 其实市场上就会开始 炒完之后又回归平静 平静到10月的时候 才会有可能有更多的一个方式 所以私底下谈得很好 基本上台面上就不会放话了 对对对对对 有一些进展出现 可能就不太会放话了 那这个不太会放话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刚好给 习近平大家做个面子 因为中国人相对来讲 比较爱面子 而且10月1号快要 这个国庆了 对不对 10月1号国庆的部分 他基本上来讲 会让他的指数来讲 可能会相对的 比较乐观的一个走势 这样子习近平有面子 接下来要来谈任何事情 也相对的容易 所以这段时间会稍微的平静 所以外资其实也很明确的 在这段时间他也压保了说 市场上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消息出来 所以他就趁势这个时间点 散户也可能会因为中秋节的关系 他变成什么 比较相对保守 观望 散户反而比较担心 对 他会担心说 我中秋节的假期 是不是川普突然会放什么炮出来 所以他就可能会缩手 那缩手之后叫什么 造成外资他比较呈现去做买超的部分 再开始着手去做一个布局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现货市场 也连续的买超 那期货市场也是进兜单 持续加码的状态 所以说很明显他来做这件事情了 那可能会持续的做到下礼拜 这样的情形 因为下礼拜目前的整个 不管是在9月13号的 整个ECB的一个会议 或者是在9月18的FMC会议 其实市场上大致上 都已经预期到他的整体的情况了 所以应该也不太会有太大意外性的发展 那没有意外就是相对 还是维持正向指数的一个走势 而且这两个部分 它基本上都是属于相对宽松的 那相对宽松就是钱出来 那钱出来基本上一开始 虽然在他本国当中的股市 但是一定会有外移效果出来 那外移效果就会回到新兴市场的一个部分 那新兴市场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的不管是台币 或者是寒缓它的走势 其实都是相对强势的 对 显示资金已经在做这样的移动了 那资金进来就一定要进去 所谓的股市或者债市 但是台湾的债市相对来讲又比较弱势 那所以股市当然来讲 是它主要的一个首选 那股市就会相对指出 就是比较成盘往上还涨的一个格局 所以股票是比较偏向多方 对对对对对 目前比较没有理由说 它要转向空方的一个状态 也没有太多的一个警讯做一个出来 即便来讲这几天 其实市场上的消息 并没有说非常的 就是乐观 尤其就是像Google这些也被插 那苹果出来的心机也没有 说非常的让人家有经验 那没有让人家经验 其实在今天来讲 也都还是维持相对高档震荡的一个格局 都认为这还是会对于指数来讲 相对良性的向上的格局 还是比较明显的 农券最近这两天增加5万张 所以基本上就是反映了说散户的担忧 对对对对对 但是这种担忧恐怕到最后也是被嘎到 对对对对 可能有持续向上嘎的一个空间存在 你看看它 不管是开始其实夜盘的一个部分 这几天都是这样 夜盘的部分 就开始缓步的慢慢的又再拉升上去 虽然找盘来讲 行情是出现比较震荡的走势 但是利用夜盘在足足的拉高 会让投资朋友比较没有 在关注夜盘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就会错过一些比较好的机会 其实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 有没有观察到 最近美中贸易战的消息比较和缓 双方也确定10月份会在华盛顿再次会谈 你看到这个同时 香港的情势也比较和缓 对都一样 两天都没有太大消息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都联动的 你看到香港情势也比较和缓 美中贸易战一和缓下来 香港情势比较和缓 另外川普就把那个John Poulton给fire掉 他的那个很鹰派的国家顾问 国家安全顾问把他fire掉 这些事情都蛮有关联性的 他绝对不会是单一事件 我觉得这中间都有一些盘根错节的关联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推演的话 10月份美中的谈判真的有可能会做一些某些的突破 对但是突破点来讲 我觉得可能还是不会在一些主要性的商品 而是比较随在所谓的猪肉或者农产品类 可能会有一些机会做一些突破 有啊最近不是已经有消息传出来 中国大陆有跟美国谈吗 要买进美国农产品吗 对对对 但是希望美国在关税上面能暂缓 有一些关税的交换条件 对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相对来讲有机会的 那刚才穆华哥其实想要香港为什么相对的比较平淡的一个部分 其实也可能就是中国内部 因为中国内部来讲 他担忧的是他对于一些军系 或者江派的这些的一个可能压力 内部习近平的压力 那他这个其实是在释放转换内部压力到香港去 那所以只要他的中美贸易战激烈 其实香港来讲就会比较相对的焦灼一点 但是如果相对和缓 就会回到比较安定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到他在10月的时候应该会有某部分的协议出来 但是这个协议到底会多乐观 其实我们也不用太过期待 因为如果拉到更高层级的层面 就是所谓的美中争霸的层面的话 其实中美贸易战应该会是一个长线的战争 甚至到选举结束之后 说不定就算假设是拜登上任 他说不定还继续采取同样的国策 对那这个部分就会让整个中美贸易战延长的时间 就会非常的长了 对啊这个东西都短线上来讲比较暂时误解 但是这样中美贸易战的效应 他可能就会像过去的QE这样 一开始的QE很激烈 那市场上反应很激烈 但是呢连续的一个QE之后 就会逐渐的一个失效 那中美贸易战也相对的是这样的情况 一开始大家反应的可能会非常的激烈 到最后就会变相比较全趋向 还是回来看到经济数据的一些概况的发展 那如果经济数据开始转入的时候 市场上可能的担忧才会真正的浮现 要不然如果经济数据还是在维持相对的正向的状态的话 我认为机会是不太会 但他对未来的影响就没有那么高了 好 我们看一下9月的选择权 9月选择权现在最大位平仓 是在10,900点附近吗 对不起 10,800点 是最大位平仓 26,000口 10,900点是23,000口 所以等于说10,800到10,900点 是高档空方预期 无法突破的位置 然后低档的部分 最大位平仓量是在 相对比较分身 在10,200 10,200有21,000口 10,100有24,000口 10,000点有26,000口 所以也就是说 低档大家把距离拉得比较大 从10,200点到10,000点 所以距今天的价评 差不多有500点以上的空间 可是上档的扣 距今天的价评 其实只有100多点 200点的空间 但是其实看 就是在整个往上拉的一个部分 到10,700的put这部分 也还有19,000口 所以其实put的分布 是会相对比较分散的 那刚好也配合最近期的盘式 大概从9月初 8月底到9月初段 连续的一个快速拉抬的一个格局 让整个put的一个布局 会变得比较相对的分散 因为大家快速往上往上移 因为有些put可能 他已经有比较明显的一个 获利的情形的话 就可能把部位往上移的一个状况 所以造成他资深 也有稍微的往上提升 好所以原则上 基本上应该是偏向多方结算 至于说多高 从选择权位平仓来看 也不至于高到哪里去 大概10,900点附近 就有很大的压力 但是往下压 大概也不会有太大的空间 所以中秋节可以 过一个安稳的三天假期 大家免惊 非常谢谢群细期货的林志斌分析师